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政府举办台北新界线 要尊重敢拒绝记者会 由市长蒋万安带领各局处首长与民间企业 宣示为市民守护安全空间 公车上的情境局 模拟女性受到性骚扰时该如何防治 公车司机与乘客的热心帮忙 助受害者勇敢防治性骚扰 台北市政府在三八妇女节前夕 由蒋万市长带领局处首长与民间企业 宣示要为市民打造安全空间的决心 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许多的公共场合 都会发生性骚扰的事情 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勇敢的站出来 杜绝并且防止各项性骚扰的发生可能性 那国际妇女节也代表着在过去那时间 很多朋友争取女性权益性别平等 所做的付出跟努力 那台北市身为首算之都 我们不管是对于生理性别 或者是性别认同 这种所谓gender identity 在台北市工作 念书 生活 其实都应该值得受到更友善的对待 那这一方面 其实台北市我们也创了很多的作为 在介绍房子的方面 所以不管是我们首创 全国第一个企业性别平等的认证 我们不只是鼓励企业 也协助企业 打造性别友善的治疗环境 另一方面 我们台北市政府也持续的参与 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妇女地位委员会 也透过国际交流经验的分享 让大家了解台北市 我们对介绍房子相关作为最新的做法 也参考其他国际主要城市 他们的作为 那另一方面 台北市也成为全国第一个性别平等班 公司 在去年 我们也甚至正式成立全国第一个 应该也是目前唯一 性骚扰防治的服务专线 我们透过这个专线 提供全国第一站式的服务 法律的资讯 心理的支持 以及后续的照顾 隐私的保障等等 另一方面 在去年 我也特别安排了张恩贞检察官 到我们市政会议上面 做性质好防治的各项宣导 以及让局所长更了解 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那去年 那去年 中央新疲三法 缺乏通过 不管是法则的提高 申诉管道的增加 还有对于被害者 申诉期间的延长 各项心理支援的支持服务等等 身为台北市的大家 我们非常乐见 未来中央地方 共同扩大整个防治往后 能够接触每一位受害的被害者 那在这边 呃 也要再次的感谢 我们不管社会局 还有各局处同仁 以及今天参与的 包括 捷律公司啦 还有很多民间的企业 买货 啊 客运业 等等 大家共同响应 刚刚新东剧也只是 现在发生信号案件的 其中一部分 其实样态非常多 刚刚社会局长也告诉我 其实魏全龙的音乐团 也特别邀请了社会局 去帮他们上课 所以可想的 其实在各个领域 每一个行业 女性朋友也好 男性朋友也好 都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应该都有可能 哦 被心骚扰 这个是我们必须 要特别特别输意 02 23911 1067 请问一下市长 这个打过去 有什么样的服务 可以让市民朋友们 来进行协助的 这个我知道 这就是去年 我们全国首创的 新骚扰防治的服务专线 哦 局长 这个是正确答案吗 诶 性骚扰防治 咨询服务专线 掌声鼓励 去年中央性骚三法修正通过后 强调公共场所主管机关 及企业负责人 防治性骚扰的责任 北市也成立全国 第一个性骚扰防治专线 为全龙拉拉队应援团 小龙女也行动支持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做到 要尊重敢拒绝的台北新界线 这张拉拉队的身份 时常要在公共场所进行表演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 会比较担心说 会不会遇到性骚扰的事件发生 那当下呢 应该要怎么去反应 或是应该怎么处理 那很开心就是看到 企业以及公共场所的机关 还有台北市政府的官员们 还有主管们都来到现场 那我也会觉得说 非常安心及安全 那我们明天好像社会局的 主管也会来到我们现场 就是进行一系列的教育课程讲座 那欢迎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参加 谢谢 市府号召妇女馆 及台北市各区付配中心 办理网路串联 主题新课程 座谈等活动 让市民更了解 遇到性骚扰时 该如何求助与自我保护 以及性骚扰防治新法相关规定 参加还有机会抽限量好礼 台北新界线 要尊重 敢拒绝 让我们用个坚定的眼神 大声的与大家一起宣誓 杜绝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要分析搭扰 说不 再带你来看 诈骗简讯频频发生 让国人厌烦 立法委员徐巧新 黄建豪及葛如君 联手提报一家中华电信的合作业者 竟然提供诈骗集团 不乏网卡的讯后服务 更利用电信后台的漏洞 窃取国人的个资 立法委员徐巧新 黄建豪及葛如君 联手揭露的 这间魔方移动公司 在2021年已经被NCC 废照 但是仍持续与中华电信 合作贩售电信业务 让中华电信变相的成为 诈骗集团的帮手 NCC2021年就既然已经撤照 那为什么中华电信 到了今天都还在 跟这个魔方移动来合作 我们台湾谈的打击诈骗 谈了这么多年 但是所有的主管机关 似乎彼此之间 并没有互相联系的管道一样 已经知道 已经无照了 他已经被撤照了 但是我们国营的公务营的中华电信 他一样继续跟这样诈骗集团 来合作 继续提供给诈骗集团 这么方便的工具 这个是我们要来要求 交通部应该提出相关的说明 徐晓鑫指出 魔方移动将从中华电信 买来的这些企业门号软号 卖给一间中资公司 这间公司的后台 完全由上海方主导 就可能发生各自外泄问题 这个卓伊公司 它有台湾的公司 也有上海的公司 但是经查 在台湾的公司仍然 在中国大陆这边的股权 超过51% 所以是中资 所以等于是说呢 透过魔方移动作为中间人 把我们跟中华电信 所买的企业门号软号 跟这个卖油门号 卖给了一家中资的公司 而这个卓伊公司的后台 完全由上海卓伊来主导 那就会发生各自外泄的问题 徐晓鑫进一步说明 这间中资企业 将随选软号制作成黑莓卡 再卖给一些从事不法行业的人 今年初云林地坚署就查扣 两万七千多张不法网卡 他们之所以会被制作出来 竟然是一手接着一手 先由魔方移动 也就是我们今天踢爆的这家无照厂商 像中华电信购买软号跟卖油门号 卖给中资卓伊之后 从他的后台系统把这个软号呢 放在空卡上面做成黑莓卡 或是比特卡 那给需要逃逸啊 或者是说需要他不希望留下资料的 相关的犯罪集团来购买使用 而这些卡呢也全数都是违法的 所以后来他就是卖给诈欺嫌疑人 葛如君表示这起案件是骗中骗中骗 让业者绕过KYC身份认证 将不法的网卡卖给诈骗集团 奇怪的是这家业者执照被废止 为什么还能透过中华电信API界面 软体开通电信门号 而且中华电信还要用户付费买防诈服务 他认为中华电信应该考虑给予 所有用户两年免费防诈服务 一方面呢没有好好的来进行 这个KYC的验证 竟然还一边跟民众收钱 每个月多少钱 50块 给大家看一下 每个月50块的防诈服务 就说他一边没有严防好 一边还要跟民众收50块 说可以什么 幫你阻断钓鱼网站 不要让你收到诈骗简讯 这个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想对阿宅 或者是对全国的民众 我们都觉得说中华电信应 是不是应该考虑 防诈服务应该给予所有的客户 两年免费 是不是应该要来作为补偿 徐晓信强调 会与黄建豪在交友委员会提出临时提案 针对电信诈骗频传 过瘾事业配合厂商摄入诈骗 导致国人各自外流等情形 要求有关单位进行检讨与改进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伊甸基金会投入早疗服务 迈入第30年 举办记者会 攜手即将成为爸爸的公益大使刘冠廷 邀请社会大众多一点微笑 多一些行动 让每个特别的家庭都能被接住 自信的在台上打鼓 曼飞天使瑞婷 是伊甸凤山早疗中心14年前的毕业生 而现正就读伊甸妇幼家园的曼飞天使 罗依是早产儿 今年4岁已经接受早疗3年 在伊甸的陪伴下明显进步许多 因为像他这样特殊的孩子 一般的保姆就是其实是没有办法 让他照好好的照顾 那我跟爸爸都是需要上班的 所以大概他在1岁的时候 就有社工的介绍 我们就到了伊甸妇幼家园去 上学 然后现在已经快要5岁了 所以一路从他那时候可能整躺着 然后到现在可以坐着上课 其实真的是进步了很多 是 我看在影片当中 老师都可以跟他玩 然后很多的指令 他都能够去表达 他想要去做的一些动作 对 因为其实罗依他是没有投入的孩子 那他其实就是都需要透过了 或者是就是要去反应他的需求 对 然后他现在其实也开始会 他在抗议喔 对 他在抗议喔 他其实会表达 对 他说我会 对 家长其实会很 就是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应付这样的孩子 然后也会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跟他 就是去做活动 可是透过老师的帮助 然后一些专业的协助 我觉得就是可以见证的让 就是那个家长更了解小孩的状况 所以我那个潜力的社团 我也是想要把这些点点滴就是记录下来 因为其实在整个过程中 其实是很挫折的 就是说你会觉得你很大的期待 这个孩子很快的长大 可是他其实是非常的慢 甚至你会觉得他好像都没有在前进 有种原地那步的一种困惑 对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用透过这些书写的方式 把这个心路地层记下来 然后也跟就是一样是这些 特殊孩子的家庭去做分享 然后也让透过这个方式 然后老师也会非常说 他们平常看到综艺的一些 寄过的地方 或者我们来记下来 就是提醒自己说 不要错过这些点点滴的 就觉得很荣幸 可以有受到这样的邀请 这样的公益活动能够走了三十年 我觉得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自己的身边有一些朋友 包含我自己都要有小朋友这样 就觉得如果可以用一点点自己的力量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温暖 然后更和乐的话 那我也是觉得可以参与这件事情 觉得予有容颜 伊甸早聊三十 Say Hi 家典爱 邀请即将成为爸爸的艺人 刘冠廷担任公益大使 并且和漫飞天使们拍摄公益影片 刘冠廷咬着爆米花 象征爱的抱抱 呼吁社会大众用爱 擁抱漫飞天使 我和平时他们的武器超级大 因为还没有听到 一样的 还没有弱小小孩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纯洁的灵魂 你看那些纯洁的就是 天真善良的灵魂 你也很纯洁的灵魂 你也很纯洁的灵魂 是我也很大 生了几年他的薰袍 我不知道我那个存在这 但我真的是本身 你会不会看得坏 对 我也不敢当作 我蛮喜欢小朋友的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身上 有一种很纯真的特质 是上天的赐予 给人类的超能力量 所以我也很期待 他们紧张的那样的相遇 然后相遇的时候就发现 就是两个小朋友 有兼职性格 所以比较活泼 如意就比较文静 但他们就真的很专业的 完成那天的拍摄 还有我在后面等待的时候 觉得自己 不能拖累 不能拖累他们 要跟他们一起玩 孩子就是玩 跟他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不断的玩 其实就是面对不同的问题 然后怎么去解决 所以当天你们 我看你有拍照啊 对啊 我刚刚看影片那个 对啊 那个回忆就比较 闪现在 对 比如说 鞋子飞出去了 就觉得很开心 真的喔 很厉害 他觉得是痴病就对了 飞出去 脚就会聚起来 然后罗伊昂卡 还有一个车车马 还是什么 他说那是他的女朋友 蛤 你是用女朋友 你不是三四岁吗 他车车玩去 女朋友是男女朋友 他就可以看啊 找 大人就会用 可能那个尖叫机的那个 引导他们看前面 他因为要引导他们看前面 我就被他们弯 然后说 欸我们来看前面喔 他喜欢一闪一闪 那天竟就吃了 他吃了 然后我说看前面 有没有拍照他们 然后就忘记我自己 要看前面 然后我就 你没有发演 不是 你看前面喔 我说 天哪好不好 你是不是就变小朋友 对 很久没有那种感觉 那麦克很神奇 很开心这样的社会上 存在这样的团体 可以给予大家这样的支持力 我觉得大家 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难免会有恐惧 难免会有焦虑 挫折 但是一定就是像刚刚 父子父子一样说的这种 不用怕 就是你也不要害怕 社会病 也不要牵或什么 你就勇敢的走出来 然后 找资源 对找资源 然后不要害怕 因为一定有大家 在背后会摸摸的 接住你 撑住你 可以帮你们一起度过 这种 辛苦的死亡 真的 孩子的成长 需要你我一同守护 请支持 伊甸基金会 弱势儿童服务计划 伊甸早疗服务30年来 每年帮助超过2万名 发展迟缓儿 尽管早疗观念日益普及 但仍有许多曼菲家庭 对于自己的孩子 是否能被社会接纳 感到忧心 伊甸呼吁社会大众 看见曼菲家庭的需求 给予正向支持 我们希望很多的家长 在整个在早疗 在孩子的这个 成长过程当中 很多家长 其实会很担心 会觉得说 我的孩子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他不敢面对 或不愿意 来进入到社区 然后接受一些早疗的筛选 所以我们还是很期待 就是说 所有的家长的部分 其实如果您真的 发现到您的孩子 在成长期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些状况 或是可能有一些 奇怪怪的行为 或者是反应比较慢 其实不要客气 你绝对要给孩子 最好的成长期 希望他们在这段时间当中 可以接受一些 早期疗愈的一个服务 包括我们可能通过 通过体试能 通过感统 或很多专业人员的训练 包含语言治疗师等等 我们都希望 藉由专业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孩子 在黄金治疗期的过程 里面可以更好 更顺利 越早接受治疗 对孩子的成长发育 是越好的 基本上来讲 如果从母体生出来 之后的半年内 其实大部分的医生 就可以开始做一些评估 对有些时候 可能对光的刺激的反应 比较弱 或者是手指的协调性不够 甚至于有些 像六个月的孩子 基本上他可以翻身 但可能还没有办法翻身 那这一些都是 有可能 都是有潜在的一些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 从这些潜在的因素里面 只要母亲或者父亲 家长们 发现到孩子 肯定有这样子的 一些状况的时候 可能对光源反应不好 对声音的反应感觉不好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 没有办法翻身 甚至可能握力 都有问题的话 这个时候就可以接受到 我们的早期疗愈的 一些的治疗 或者是开始进行评估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 社区宣广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不断的教育家长 希望他们在整个的 孩子教育过程中 要随时去注意到 孩子的一些成长的状况 避免孩子在这过程当中 延误了早期疗愈的 一个黄金治疗期 伊甸基金会邀请社会大众 支持早聊三十 若是儿童服务计划 多一点微笑 多一些行动 就能陪伴慢飞天使和家庭 多走一里路 早聊三十 江点爱 陪伴慢飞天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三到六岁的家长请注意 一年一度学龄前儿童健康筛检开跑 由台北市卫生局委托17家合约医疗院所前往幼儿园筛检 一年一度学龄前儿童健康筛检开跑 满三岁以上为满四岁儿童筛检项目为身体、口腔及听力筛检 满四岁以上至未上小学儿童筛检项目为身体、口腔及视力筛检 今年更加码补助视力筛检疑似异常至儿童 可治168家合约眼科医疗院所接受免费专业视力复检 有介于六岁是儿童视力发展的一个关键期 也是治疗的一个黄金期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配合我们113年学龄前儿童的健康检查 我们进行了一个学龄前儿童视力复检的一个补助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检查期限就是我们在做筛检以后 当年度我们补助到12月31日前都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个检查补助 那我们补助对象的部分是参加我们 我们卫生局办理的学龄前儿童健康检查一个服务 那如果说在筛检中有发现视力异常的一个学龄前儿童 那他就可以持我们的筛检表 到我们的168家的一个合约院所进行相关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视力检查的项目呢 就包含我们的散瞳前的一个 散瞳前后的一个验光裸室的一个视力检查 那最佳矫正视力的一个项目还有练习灯跟鞋式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个护眼卫教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诊断检查 那让学童可以早期接受相关的一个矫正治疗 依据卫福部国健署研究指出 院士储备量是对抗近视的重要指标 而六岁以前是儿童视力发展关键期 三到六岁更是弱势邪式治疗的黄金期 小朋友在婴儿刚出生大概其实是大概一两百度的 大概有平均大概两百度的院士 然后慢慢的院士随着眼球慢慢发育正常 他发育正常他就会度数就会减少 可是到大概低年级大概小一或者是幼稚园大班的时候 其实大概应该还有一百度的院士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筛检 如果小朋友这个我们叫做储备的院士 那也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筛检的依据 如果你这个院士没有就表示你可能接下来就会进入近视 所以我们就希望开始采取防控近视的一些策略 包括就是说最重要环境的因素就是 阅读一定要30分钟停10分钟下来 然后阅读的距离不要太近不要在暗的地方 那多一些户外的活动 最好是每天有两小时下课以外 那假日家长都带出去户外活动 因为阳光是有保护的 卫生局呼吁家长家中宝贝筛检 若发现疑似异常状况 请尽速至医疗院所诊断检查 并及早接受矫正及治疗 以免错过黄金矫质期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导 癌症已经连续51年 居台北市十大死因的守卫 并以平均每日14.4人的速度 夺走了幸福家庭成员的生命 为了提高筛检防治的效率以及降低死亡率 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推出了乳癌筛检 送五大好礼的年度防癌活动 邀请民众呼朋引伴相就做筛检 109年疫情的时候 地段护士也通知我 什么时候在哪里做乳癌筛检 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保健志工 岩女士分享定期做乳癌筛检 才得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几天后医院通知我 有癌细胞是初期的 那我就赶快的积极的治疗跟处置 现在都一切安好 根据卫福部国健署110年 癌症登记报告显示 全国癌症发生率前三名为乳癌 大肠癌 肺癌 第六名为子宫颈癌 第七名为口腔癌 医学证明这五项癌症 藉由检疫筛检方式 就可以达到显著的癌症防治效果 并且降低死亡率 做筛检可以降低死亡率 怎么说呢 如果说以乳癌而言 我们做乳房射 也可以降低41%的死亡率 以大肠癌而言 我们降低35%的死亡率 再来呢 以肺癌而言 重度吸烟者 做低剂量电脑断层 我们可以降低20%的死亡率 再来呢 子宫颈癌呢 是推展的相当具有成效 子宫颈癌 定期的做筛检 可以降低70%的死亡率 还有呢 在我们吸烟 脚平糖的族群 如果我们定期做口腔癌筛检 我们可以降低26%的死亡率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呢 那同时呢 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 所有的癌症 一旦发现有症状 就要进入就医流程了 那平常的保养跟维护 包括运动、饮食、健康、睡眠等等 也要记得做好 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推出五癌筛检 全民心攻略 五大好礼 健康拢猴力 年度防癌活动 鼓励民众 勇约筛检 那我们这个五项癌症的一个 筛检的一个资格跟内容 包括45到69岁 或者是40到44岁 二等血亲内 他有乳癌的一个妇女 每两年一次的乳房摄影检查 还有50到74岁的民众 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糞便前血检查 以及30岁以上的妇女 至少每三年要做一次的 一个子宫颈抹片检查 还有就是30岁以上 有嚼檳榔或吸烟的民众 每两年要做一次口腔粘膜的检查 另外45到74岁的女性 或者是50到74岁的男性 有肺癌家族史 或者是50到74岁的民众 有重度吸烟室 要每两年做一次肺癌低剂量的 电脑掉层摄影检查 所以在这边也呼吁大家 具有筛检之隔者 那不要就是要把握机会 来定期筛检 那我们这个活动的话 的时间点就是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6月30号 只要是涉及台北市的市民 参加我们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公告的这个活动的社区筛检场次 那就可以获得五项毫礼 包括大肠直肠癌手塞 以及乳房 还有子宫颈抹片手塞 六年未抹 可以获得台北通的百元胶子禮以外 另外依照筛检项目也可以获得我们的平安名 还有我们特别针对我们的妇女朋友 你是乳癌的手塞以及 只宫颈抹片手塞 或者是两年未抹的这个民众 那可以获得我们百元加菜金的兑换券 那还会有机会 瓜重我们限量的血针的婚纱摄影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惊喜 就是在每一场做乳房摄影的时候 医疗院所这边会提供 病期筛检是癌症防治重要秘诀 原旅方主任呼吁民众 善用五项免费癌症筛 守护自己及家人健康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近期新婚夫妻想要生龙宝宝是好时机哦 国建署呼吁准爸妈重视妊娠糖尿病问题 帮助孕妈咪在怀孕期间 建立控糖饮食降低发生的风险 看起来纤细瘦瘦的孕妈咪 原来也有妊娠糖尿病的问题 准爸妈在得知病情时十分惊讶 表示平常也没有喜好吃甜食蛋糕类 不过营养师现场请夫妻只注意生糖食物 就知道许多准爸妈可能会误采地雷 造成糖分摄取过多的问题 卤味你一定会点 卤味卤味 对 甜不辣 甜不辣是吗 不是吗 所以妈妈觉得甜不辣常常跟豆干一起点 应该算是同一类别的食物 其实甜不辣不算是豆类哦 它其实里面还有满满的淀粉 所以它属于全骨杂两类 我当时吓坏了 就我不知道怎么办 就不知道怎么吃 然后也很怕吃错 可能就会加重热成糖尿病情 就什么都很害怕 我当下也是有吓到 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 好像平常也没有特别爱吃甜食 或者是蛋糕这类的东西 然后忽然就看到 诶 怎么会有血糖飙高 然后认识糖尿病 我们也觉得很意外很压抑 然后再不太整熟 但总会 总会 最重要的其实是要控制碳水化合物 所以并不是只是单纯刚才爸爸说的 吃甜食啊吃点心吃蛋糕 其实所有的碳水化合物都会影响血糖 碳水化合物它其实是身体最重要的热量来源 它可以攻击我们的大脑 攻击我们的肌肉作为能量 所以如果我们缺乏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影响妈妈自己的身体健康 小朋友其实也会受到影响 当我们缺乏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身体会生成同体 而这样的同体对小朋友的生长来讲 其实是有毒性的 在少子化的社会里面 其实每一个婴妈咪 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愿意成为婴妈咪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那如何让这个婴妈咪的照顾更完整 那其实我们在110年的7月1号开始 对于整个婴妈咪怀孕的相关的措施 包括这些盘检的次数的增加 项目内容的豐富 也希望能够医师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 包括这些检验等等 我们都会做相关的重新的盘整跟服务 其中最重要今天的记者会的重点 就在认成糖尿病的一个筛检的服务 那也是那一次所新增的一个项目 那每年大概有将近12万的婴妈咪 接受这样的一个筛检 那我们这两年的筛检的结果 大概有讲17%左右的人 都有这样的认诊糖尿病的一个倾向 的异常这个血糖的一个异常值 那认诊糖尿病对于一个婴妈咪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对妈妈可能这个孕期的时候有糖尿病 但是呢这个孕后也有可能生产完也会有一部分可以恢复增长 有一部分也会就造成糖尿病来发生 那第二个大概对小孩子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认诊糖尿病会造成我们所谓的剂应 就是婴儿过大 那婴儿过大有在生产的过程中 他的这个所谓的病化症就会增加 也增加生产的困难 那另外对婴儿的话可能会 因为妈咪有认诊糖尿病 那婴儿可能就有低血糖的一些风险在 所以对于这个新生儿的安全 就会更大影响 所以认诊糖尿病对母婴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一个筛检 不过婴儿咪们要注意控糖饮食 也不是完全不吃淀粉 适当的控糖五招 帮助体重与营养适当调整 婴儿咪不能偏费任何一类的食物 所以六大类均衡摄取 我们可以从一日的示范菜单里面看到 刚才说了有什么健康的全骨杂粮 然后会有蛋白质有蔬菜有水果也包含奶类 每一种食物都能给我们不同的营养素 所以尤其是在怀孕期间 鼓励妈妈就有健康均衡的六大类食物开始练习 然后让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几率也可以降低 自己有了健康的饮食习惯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宝宝 让我们的宝宝也可以吃得更健康 所以六大类食物均衡摄取非常重要 再来是优质淀粉不可少 刚才说了我们选淀粉的时候常常不小心选到好多油的淀粉 葱抓饼炒米粉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很多油脂 所以尽可能在选择淀粉的时候减少里面含有的油脂量 让淀粉变成圆形食物像是地瓜像是五穀饭等等 都是非常好的来源喔 再来第三招高纤饮食可以帮助控糖 刚才有说淀粉可以选择白米饭 也可以选择有纤维的五穀杂粮 只要是有纤维的五穀杂粮 它对于血糖的控制就有加分的效果 除了淀粉之外 蔬菜、水果都含有纤维 如果我们可以在吃这些会升高血糖的食物之前 先吃一些高纤的食物 比如说先吃蔬菜、再吃肉、再来吃淀粉、再来吃饭 其实我们对于血糖的稳定是有更多加分的效果喔 再来第四招少量多餐 一口气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更多 所以我们把它拆成不同的小餐来吃的时候 其实对血糖的稳定度是有大大的帮忙的 所以少量多餐可以帮助妈妈让血糖更稳定 最后并不是最不重要的 是我们发现NG食物其实很常出现 尤其是外食服的爸爸妈妈们 所以刚才有说了各式各样的加工品 我们尽可能的减少 然后遇到NG食物的时候 赶快看看营养标示 确保我们让这个杀伤力可以降到最低 国健署提供14次公费禅检 包含2次评写检验3次一般超音波 认成糖尿病筛检等 请孕妈咪定期接受禅检 日常饮食有疑问 可以找医师或营养师咨询 改善饮食习惯 重视孕期的饮食营养 因为外界有个资疑虑 行政院2021年暂缓推动 换发数位身份证 厂商因此向政府求偿 经过公共工程委员会调解后 金额降到2亿8千万元以下 内政部长林又昌在立法院受访时 表示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行政院有意推动换发数位身份证 却引发外界对治安疑虑 而在2021年决定暂缓执行 由于标案已经发包 投入大笔资金的厂商 因此向政府求偿10亿元 经过公共工程委员会等单位协调后 双方在今年1月达成共识 金额将调降到2.8亿元左右 对此主管机关内政部长林又昌 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非常谢谢工程会 我们还有许多的单位 不断的一个折充跟协商 让这个相关的一个 这个 因为这个耗损的部分 能够把这个金额降到最低 所以 这个2亿多的一个金额 我想 已经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 刘昌强调这不算是赔偿 而是一种停损的金额 他再次感谢工程会等单位帮忙 让损耗金额可以降到最低 我想在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 当然还是有这个采购的相关的一个机器 因为本来都预做了一些准备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原本的一个机器 这个因为需要维护 那另外现在的机器 可能没有办法立即来做使用 所以当然会有一些 其实我觉得不是赔偿 其实反而是 把原本的一个金额 我们可能必须要 这个停损的一个金额 其实把它降到最低 至于未来是否继续推动数位身份证 牛昌则回应表示 针对治安疑虑 立专法符合大众的期待与要求 内政部将等法制配套完毕后 再配合行政院政策来进行 这部分是 就配合整个行政院整体的一个政策的规划 那目前暂缓 我们其实也做了相关的一个准备跟配套 那社会上大家比较关心的 其实还是各自的一个问题 那立专法我想这也是社会 大家的一个期待跟要求 那我们会等法制相关的一个作业配套完毕 那内政部这边配合整个政策来进行 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在立法院表示 按照宪法法庭的解释 需要对个人资料的保护 设立一个独立监督的机制 因此目前正在筹备各支保护委员会 等各支保护委员会成立后 再跟相关部会讨论 是否有设立新式身份证的必要性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导 今年台北灯节圆满落幕 占期长达31天 市长蒋万安感谢各领域的艺术家 在地团体 公庙 还有多家的企业 让活动圆满落幕 从台北市长蒋万安手中 揭下感谢状 中加集团联制处双倍系统台 总经理徐雪林 开心与市长合影 为台北灯节 共同打造精彩的观光活动留下纪念 台北灯节展期31天圆满落幕 中加欢评提供兼具远消氛围 与企业精神的灯节作品 吸引人潮活络地方经济 与上灯体验 今天农年想说来站站起去 来看灯会 每一年都会带他们来看灯会 因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带灯笼来 好开心 其实今年的灯节 我们特别选在西区 也就是从新门庭商圈 一路沿着中华路到北门 其实沿路有非常多 漂亮精彩丰富的灯饰 那我们之所以选在西区 去年在东区我们有了大巨蛋 成为台北的新地标 台北市民的骄傲 那灯节我们选在西区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 带来许多的商机也活络地方的经济 讲完亲自颁发所有参展单位感谢状 感谢友好城市与企业响应 推出许多特色登组 也特别感谢策展团队与市府各单位 包括警察 易交消防清洁及一户同仁投入大量人力 周边商圈也齐心响应 让活动圆满落幕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东岸商场的各项争议成为这次议会临时会议中 蓝绿议员激烈攻防的焦点 议长童子伟最后做出决议 请市府阵风处查明此案 市府交通处也召开记者会表示 尊重议会的决议 有关东岸商场的OT及ROT相关文件 都已经移送给阵风处进行调查釐清 针对东岸商场的各项争议 议会临时会中 议长童子伟最后做出决议 请市府阵风处查明此案 若涉及不法 禁送检调单位调查 而市府交通处也会同阵风处 和市府委任律师召开记者会表示 目前已经把所有的东岸营运相关文件 移送给阵风处进行查明 那我们主要是 依照我们议会 昨天的一个决议 是希望我们交通处 全力来配合我们市政府 政风处 先针对我们 不管是从105年的一个OT 的一个合约的部分 以及这一次我们 旅约用ROT来办理 整个的一个过程的部分 我们全力会来配合我们 政风处来办理相关一个调查工作 那也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其实我们相关的文案的部分 在今天都已经先移送我们政风处 来做一个审视 这个先跟各位媒体好朋友说明 政风处本于职责 会秉公以客观公正超然的立场 来调查理清 若有不法将移送 含送侦办 那在正式调查结果出炉前 政风处会尽力调查 但是不宜率先 而轻率发言 市府交通处也强调 市长谢果良相当重视促餐案的履约管理 将透过外部专业资源 来监督得标厂商 让营运履约公开透明 那我们今年也成本 我们议会的一个议员先进支持 所以我们有编列经费 从今年开始 我们会正式透过促餐一个履约管理 会请外面一个专业 透过采购法 请外面的一个顾问 就财务面 就工程面 实质来监督我们得标的一个厂商 做履约管理的部分 每年都会来办理 评鉴一个绩效 那另外呢 市长也非常关心这个案子 希望才公开透明的方式 因此会成立一个叫 重建的一个监督委员会 会邀请民间 专业的一个团体 包括可能是有律师 可能有所谓的一个会计师 财务面 那当然我们很多议员先进 非常关心的部分 我们也一并邀请 那预计是 会有到 每季 或是每半年 来做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 外部集合的部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 召开记者会 拿出录音党 和罢免市议员的联署书 抨击金融市长谢国梁 利用企业员工进行联署 要罢免议长佟子委 及多名民进党的市议员 对此 国民党金融市党部 也召开记者会做出回应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 拿出从某企业员工 吹哨者的录音党 和罢免市议员的联署书 抨击金融市长谢国梁 利用企业员工进行联署 要罢免议长同职位 以及多名民进党籍市议员 这一次是史上第一次 由我们的基隆市长 要来罢免我们基隆市议会议长 信集团大家都可以知道 他是谁在管理的 实际上的经营者是谁 其实就是我们基隆市长谢国梁 这就代表谢国梁市长 公开发起他的企业 公开发动他的企业 来罢免我们基隆市议会 民意机关最高的首长 就是我们的一个议长 市委政议员 陈毅议员 陈毅议员也被传 我们所有要来监督他的人 现在都在他们的攻击射击范围之内 甚至连议市中立 在议场大乱出手保护议长 在议场大乱出手保护市长的同志委议长 他都要首当其冲的来罢免议长 一个市长经不起监督 竟然要用政治操作去罢免民意机构的议长 他就利用家族企业的员工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逼迫家族企业的员工发动对议长以及议员的罢免 我认为谢国良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政治清算 这样的举动跟共产党有什么不同 罢免罢免基隆市民意最高首长 这样的行为已经是台湾宪政史上最大的一桩笑话 在这里正告所有支持我们清廉情政爱相处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严厉抵制 无能无良无法无间 无能无良无法无间 对此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也召开记者会 没有正面回应录音党以及联署书的来源真假 只强调国民党基层的支持者看不过去民进党侧议 已经开始连肃罢免市长谢国良的行为 因此由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导 开始进行反制罢免的动作 对于这个民进党跟侧议要罢免市长这个事情 我们觉得非常不合理 所以我说我这个军人出身 就是说我是直来直往 如果你要罢免我的市长我就罢免你的一言 当初在网路上发动罢免谢国良 有一个叫做山海公民拆粮行动的一个网站 已经号召了数千人 号召在三月份开始要罢免谢国良 所以国民党四党部 基于这个原因就也组织了一个缓制罢免的一个行动小组 由我担任召集人 尤其这过去为了这个东岸停车场的事情 我们很多议员挥理性的攻击市长 然后这个讲一些适适而非的 没有护党产怀而去跟厂商站在一起 所以护市产 而去跟厂商站在一起 我们很多支持者 包括国民党 还有我们一些民间社团 看不下去 就是要跳出来 要缓制这个罢免市长的这个行动 那么这就是我今天的报告 罢免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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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位市议员叫罢免 我们现在应该是 守定了五到六位议员 作为罢免的对象 名字 一个是张之豪 一个是郑文庭 一个是佟智伟 一个是佟智伟 一个是陈怡 一个是张浩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光荣家商配合国家 推动长周政策 113年8月 将开办照顾服务科 培养在地长周专长人才 高中就读期间免学杂费外 董事会更加码给3万元的奖学金 校方也与台北海洋科技大学 签署策略联盟 将引进最新的AI资源 期盼学生不只是照顾服务 更能当赵老板 与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签署策略联盟 光荣家商引进各中翘楚的海科大 健康促进及银法保健 专业技能之产业服务人才 期望协助课程规划与师资支援 同时加深学生未来学习的 广度与就业机会 建立学习就业一条容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健康照护与社会工作系 以及银法保健系 在以往有一些的经验 那我们期望透过联盟的合作 让我们把经验来跟光荣家商来做交流 那也期望透过这一次的交流 得到一些回馈的意见 让我们两个学校都能够共同成长 共同扶持 光荣家商即将在今年8月 开办照顾服务科 不只配合国家推动长照政策 更要培养在地长照专业人才 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回馈地方 甚至能当赵老板 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跟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结盟 那这样的一个结盟 能够为光荣家商带来的孩子 为了升学之路能够一条容的往上 那也希望有海洋科技大 带给光荣家商在课程方面的 一些规划协助跟指导 那尤其是在人工智慧AI 这个课程方面 带给光荣家商的孩子 在数位学习方面能够更精进 孩子呢走得好 那就是光荣的荣耀 那这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 高中就读照顾服务科期间免学杂费 董事会更加码 提高每位学生高中三年3万元的奖学金 为我国高龄照护产业 培育更多优秀的人才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谢谢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基隆外木山海岸线 山海风景名人 吸引许多外地游客到此休憩 欣赏海景 它的观光潜力 也吸引金山知名甜点店 到此插旗进驻 让游客度过悠闲时光 画面上是外木山的海岸线 无敌的山海美景一览无遗 赏兴悦目 在非假日的下午三点多 照样吸引许多外地游客 来到这里欣赏或见走 而除了看海景之外 现在也能品尝到这个 金山知名的甜点 业者看好外木山的观光潜力 与北关处合作 到这里进行旅客服务 同时因应海边特色 研发甜点和饮品 让游客能赏海景吃下午茶 在这个美丽的滨海浪带 留下美好时光 那边是我们的内容区 所以我们专门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 形态有开发出不一样的商品 像我们店面都只有卖一元 那海边大家喜欢干嘛 看海喝咖啡 所以我们就有弄了一台不错的咖啡机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中生培的精品豆子 然后再来的话有什么 这个 典硅的牛奶 一般很少人 会加到北海道的十盛四叶的鲜爐 我们用好牛奶加好豆子 然后去做美杯咖啡 这算是比较特色的商品 然后因为喝咖啡要配什么 蛋糕 所以说 就是喝茶配蛋糕 喝咖啡也配蛋糕 所以像我们 金山第一名的乳酪蛋糕 在老街叫金山虹 我们特别跟他联名 然后开发了一款就是 我们的主地是芋头 所以做一个芋头口味的鲜爐蛋糕 然后干嘛做结合 然后这边也有 那芋人的话不用讲 我们的招牌就是什么 这个大科的手工芋人 就是如果说这种行动式的 就是说我是觉得他的 他应该也是OK啦 就是说不要去太影响到周遭 所以这个点觉得说 刚好在这边可以一边吃东西 一边看海 就比较舒服嘛 对不对 对啊 我们那时候觉得说 这边海岸线很漂亮 对 然后 就整个万物山 因为每次他算是我们去基隆的 必经之路 然后那时候都会说 诶 晚上这边都一群一群的 然后有上卡OK 又有咖啡店 好像不错哦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点的在金山万里 对对对 他想说 诶 那不然去标标标看 对 那结果一标还真的 诶 好像有这个机会 然后多方面评估之后 就觉得好吧 那就来 踹一踹一看 然后就踹了一年 那所以说其实 就是一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那现在就是准备 就是有去续约 就是有再去 算续约吗 但是也是要考核 所以就是有再去参加 北关书的考核 然后所以好像 也算有顺利的通过 所以目前确定了 可以服务到明年的三月 好天气的外幕山 滨海狼带 蓝天碧海 超级无敌的山海景致 绝对是国际级的景观享受 从画面上不难发现 人潮不断涌入 显示这个山海美景的魅力 深深吸引许多双北游客 这绝对是基隆观光的核心竞争力 而目前大部分的滨海步道 都进行拓宽整修 让游客走起来更方便 但是现场发现 仍有部分路段 有持续改进的空间 避免游客行走时踩空跌倒 期待在政府跟民间 共同攜手营造下 让基隆的魅力景点 观光服务品质能够持续加强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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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2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 敢用电热水器 然后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提防其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食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NOKO醬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庄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硬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NOK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2.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楼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